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现身直播间 360度无死角的美照 让人羡慕不已 赵丽颖出席某品牌直播间代言 以一身橘橙色的仙女长裙 现身在直播间代言露面 甜甜的笑容 白皙透亮的肌肤 俏皮可爱的形象 清秀骨感的仙女感 充满着胶原蛋白 看着她在直播间的状态 简直太治愈人心 赵丽颖温柔的声音 在她举止投足之间 散发出美丽的光芒 赵丽颖在直播间的谈吐 以及优雅迷人的形象 简直太吸人眼球了 这就气质和形象 能不让人喜欢羡慕吗 昨天 就看到很多粉丝给小编私信说 能不能多拍点赵丽颖的美照 小编应粉丝的诉求 拍了很多赵丽颖的美照 让大家看得够 喜欢哪一张 就保存哪一张 赵丽颖360度 无死角的美照 不管怎么拍它 都那么的好看迷人 作为粉丝和网友而言 确实也被赵丽颖在直播间中 展示的美照所吸引 但是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赵丽颖为何这么漂亮 首先 赵丽颖拥有天生的好基因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是 她的美貌并不仅仅是因为基因的原因 更是因为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去保养自己 其次 赵丽颖非常注重自己的饮食和健康 她经常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直播间中 她也经常向粉丝们分享自己的健康秘诀 鼓励粉丝们也要注重自己的健康 除此之外 赵丽颖在事业上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 她在演艺圈中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貌 更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努力 她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演艺技能 为自己的角色付出了很多心血 回到直播间的美照 对于很多网友对于美照的评论和解读 我认为应该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 赵丽颖有权展示自己的美丽 这并没有错 更不应该被批评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自由和权利 并对她的美貌表示赞赏和赞叹 在直播间中 赵丽颖向粉丝们展示了自己的美丽和健康生活方式 这也是可以被我们借鉴的 我们作为普通人 也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自我保养 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和健康 最后 通过赵丽颖的颜值和努力所吸引 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 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努力成为更加美丽和出色的自己 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